好,刚刚我们测试录音可以 所以我们过去在做的东西 已经把插入文字删除修改 图片的插入删除修改 修改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用到 到时候再仔细再跟各位讲 然后录音 录音的直接就是刚才就是你按编辑进去之后 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录音了 都做到了 那但是呢,我们在编辑的时候 好,现在进来编辑了 假设呢,我们今天之前已经编辑过了 我们可以加入文字图片 然后还有相机拍的照片 那另外还有就是语音 刚才语音麦克风 语音都可以用 但是我如果想要插入影片呢 你就会发觉这里没有所谓的影片 就是如果我想当场录一段要存起来呢 对不起,这里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Evernote这个笔记型软件它考量到它的策略是一个月最多只能放60Mbps 如果你今天是拍影片 你这60Mbps很快就满了 所以它不希望你去插入影片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插影片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有点麻烦 你就必须可能 假设我就用这个相机 然后呢 我用这个摄影机去录 比如说我今天 好,我用摄影机去录 好,开始录 好,那我今天确定 诶,这里什么 多重显示正在使用相机箱不提供录影功能 为什么我会有出现这个情况 好,我等一下再来看 可能我这边因为还有做其他事情还是怎么样 我等一下再来调查 但是你们可以等一下试一下 录影,你一旦录影下去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讲话 讲一段话之后 然后再把录影的评级 它就会存一个档,对不对 存好一个档之后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Evernote里面 再回到Evernote里面 一样,这时候我就要用 加号插入档案的方式去插 插入档案 然后呢,插入档案 那当然你可以用档案管理员 像我的有档案管理员 各位可能出现的不一定会一样 可能会有相簿 如果是相簿,你就选相簿 有相簿的话 那档案管理员我就可能可以去找 这个基本上档案管理员很少会有 那但是因为像我这边直接看到 我先跟各位讲 这正好是我的记忆卡里面的目录 OK 然后呢一般照片会放在 BCIM这个目录底下 OK 然后像比如说我有用缩时摄影 下次我们找机会给各位教 我教你们缩时摄影 那这里就有拍影片 比如说MP4的 这就是影片 我可以插一段 好,这时候影片就进来了 这时候我真的要看 我只要点一下它 然后再按影片播放器 它一样可以播 好,这是我的缩时摄影 等一下我们再来教各位 我干脆就等下今天来教一点 缩时摄影会比较有趣一点 好,所以呢 我先跟各位讲 那个影片的部分 再提醒一次 视讯或影片的部分 比较麻烦 因为一个影片档案就很大了 所以这个笔记型软体 它不希望你一次插入这么大的东西 所以你的影片 必须要回到首页 用照相机 然后你把它 切成 用视讯的来录影 用视讯来录影 然后这样, 可能录录影完之后 按再按视讯的须停止掉 它就会形成一个档 形成一个档之后呢 你再回到这个Evernote里面 然后再用 编辑 这个评讯进去 然后到你要编辑的地方 游標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按加 然後插入檔案 因為我現在檔案最後用的 插入檔案 然後插入檔案之後再去選 那我說大家可能 呈現的畫面不一定會跟我一樣 因為它會根據你的 電腦裡面的 手機裡面有什麼APP 那像一般的我們攝影的影片 會放在相簿裡頭 相簿 所以各位可以去找相簿 但是像我這個地方 它居然不出現相簿 那我就從檔案管理員去找 檔案管理員我說 一般來講 它會放在 跟拍照有關的它會放在 DCIM 這個資料夾裡頭 然後呢 因為我是用CAMERA照的 CAMERA照的也可以找到 很多是照片 CPG 那可以 那可能我正好沒有用CAMERA拍起來 但是我有用縮時攝影的軟體 我就找這個 這個縮時攝影的軟體 找到這個 影片的 選它 它就會插進去了 有沒有 它現在就插另外一個進去了 OK 所以以後你開這個記事本 一樣 點這個影片 選影片播放器 一樣可以看 OK 好不好 來 請各位再嘗試一下 當然這影片也可以 也可以刪除 也是一樣 就是在你這個 筆出現之後 一樣 你就是在這個地方 影片按久一點 它就會出現刪除的 OK 現在 跑不出刪除了 可能我要進到編輯狀態才可以 進到編輯狀態 點一下 點久一點 影片就可以移除 好 來 各位試一下 請看